大家好 今天又更新了新活動 新活動是什麼勒 我們來看一下喔 好來 首先援護的寶箱特曼 那大家看到這個活動就代表 欸 今天一定就是出了新的援護喔 新的援護 好 首先又有這個新的開工福利 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新的 援護魂喔 免費白票的 好 看起來是沒有 一樣是更新到羅拔XI 好 這些一樣的活動 欸 不過這個是新的喔 競技場積分達120 可是要怎麼達120啊 好 連續六天 連續六天你都有打滿十場 因為一場是兩分的樣子 對 我印象中這樣 一場是兩分 喔 那這個可以 這個是新活動喔 可以解 可以解 好 那 裝備寶箱 十連抽 半價 然後 援護抓娃娃機我們等一下來看 然後 這個 鑽技有理 開裝備寶箱有理 那裝備寶箱我們留到 明天來抽 明天來抽 因為我的 這個 寶石 呃 鑰匙已經夠了 鑰匙已經夠了 已經300多隻了 我們留到明天來抽 好 累積消費送好理 我們來看一下送什麼 好 萬能箱跟這個 沒用的援護心喔 因為現在援護心沒有什麼用了 因為只能換十四隻的援護 基本上像十四隻的援護都 不值錢了 也不好用了 好 再來 這邊都是一些 勳章秘籍等等 然後 兩萬的時候給一個萬能 給二十個萬能 然後兩萬五的時候給一個 紅服喔 自選的 好 再來是 我們剛剛的援護心可以換的東西 好 果然沒有更新 沒有更新 都是這些鳥東西喔 鳥東西 好 那 回到今天的重點喔 來 援護 娃娃機 來 我們先看一下 娃娃機這次只有三種 好 拉爾夫跟紫怨跟 這個 女暴風喔 女暴風 那牌術已經沒有再更新了 不過我覺得也無所謂 也無所謂喔 好 雖然我的 這個牌術才 一 呃 剛決 這個剛開啟援護 但我也沒有打算要繼續升下去了 無所謂 因為我們拉爾夫 要拿 要拿 因為我之前有跟各位講過 我要拿這個援護魂 好 那一百次的這個抽獎的獎勵 也是一樣沒有改變 沒有改變 好 那我們來回到拉爾夫的 呃 援護 好 牌的時候解鎖 提升傷害率 攻擊力 跟 30%決定傷害 喔 代表 代表這個卡好像是 打攻 打輸出的 這個打好像是打 有點打輸出的感覺喔 好 然後 回復幾方最低隊伍 200%回 200%防禦的生命 然後可以上陣 然後 附加500%防禦的傷害 然後 增加傷害免傷 上陣之後 然後 降低 這個 怒氣 好 降低怒氣 然後 提升自己的防禦力 但剛剛的攻擊跟 補血都跟防禦有相關 所以這個 防禦是影響很大的 好 然後 幾方的話 有怒隊的話 加10% 好 可以回怒了 跟他的這個大招回怒一樣 好 這邊 後排回怒加100 那等於說到這邊的時候 好 等於說到 到紫色的時候 就可以跟他的大招是一樣的 可以後排回怒100了 好 到橙色的時候 就無視磨面的傷害 然後 有劍色傷害 好 切換新技能了 技能傷害提升 然後 驅散異常狀態 驅散這個異常 然後 指定一名未滿怒的隊友 和隨機一名敵人 如果怒氣比對方低的話 複製對方的怒氣 所以這個 效果有可能會讓你 原本只有600怒氣的 隊友 直接變滿怒 所以這個效果我還蠻喜歡的 而且這種有看到了嗎 使用之數加2 所以我記得 加1加1 開啟的時候就一次了嗎 然後加1加2 所以這個 我記得這個蠟夫 用戶是有4次的 是有4次可以做使用的 不像一般的 援護滿等只有3次 這個蠟夫有4次 所以我們拿爆 拿爆他 因為之後他也要下陣 所以我們拿他 好 我們拿他之後 會下無界的援護下來 會下無界的援護上 那 理所當然就是 庫拉會取代我的蠟夫 好 那我們一樣 今天先抽8次 我們抽到這個 8次 然後剛好我們的指援援護 也可以直接讓他滿等 滿等 因為上次有差一點點 開抽 好 6個 10個 16 24 31 38 44 好 已經84了 好 已經84了 好 已經84了 還沒有感覺喔 還沒有這個 抽獎的感覺 好 來 我們來 我們來直接拿掉 我們直接 領取獎勵 好 169個 這個 援護魂 援護魂 好 那我們上一次的 還記不記得 上一次指願喔 我們需要他到100個 所以我們直接開完 好 74 那我要26個 我來檢查一下好了 避免等一下 多開 我就虧了 好 這邊沒錯 還有他26個 援護魂 好 指援的援護魂 26個 好 接下來的全部 我都會開 拉爾夫 好 接著我們要來 先把指援援護弄滿 生平 好 變成鵝眉穿槍喔 變成鵝眉穿槍了 50%的概率變成新技能 新技能 然後 然後 他原本的這個 這個 傷害一樣會增加喔 然後 就算沒有 也是有1.5倍的基礎傷害 然後有建設傷害 使用次數加1 好 這個 指援援護弄滿了 弄滿了 好 再來是拉爾夫援護喔 開啟 好 那拉爾夫的話 我目前 因為庫拉還沒有什麼 搞頭 還沒有什麼搞頭 我等六門之後再上 所以目前我們先開了而已 開了而已 目前還是不會用 六門庫拉的武器 我基本上在一個半月吧 一個半月左右就會出了 一個月到一個半月啦 應該不會再太久了 好 所以之後這個卡 應該也是差不多 對 這個時候用護才會上 因為一定要等庫拉上陣之後 這個拉爾夫才會上 OK 那我們就 好 因為今天沒有什麼 特殊的 特殊的這個 因為我們抽太少了 才抽8次而已 我們直接把裝備寶箱也抽完 好 那我們230次的 裝備寶箱也開抽 好 88 喔 疾風很好 因為我需要疾風 疾風我是OK的 子怨跟 兵庫都需要 對 128 給我588就好了 我其他不求 不求別的 只要588 率炫 好 率炫我基本上是最不缺的 因為我的牌輸也有一堆率炫 一堆率炫沒有拆 因為目前沒有人 沒有人需要用到這個 我的場上啦 沒有人要用率炫 所以就不用 好 我們現在開了 120次了 還有110次可以抽 好 還有110次 好 都是88 啊 現在這個 都縮水了 鑽石帶都縮水了 88 88 好 221咬221 最後10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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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還是沒有好東西 沒關係 我們直接 領取我們該領取的獎勵喔 好 這次一樣是 十四之子的 隨機任選 然後 這個 這個 萬能碎片 然後食物跟覺醒石 對 基本上就是這些東西 沒有別的 每次都是一樣的東西 40個萬能碎片 不錯 好 離機消費我們也花到了4300 然後又有萬能喔 是萬能香 好 其實今天還是有戰報給各位看的 還是有戰報給各位看的 因為 因為 非常離奇喔 來各位看一下我的戰報 一片這個 瘋狂的刷喔 瘋狂的刷 非常多人會刷喔 非常多人會刷喔 但是呢 來 正常來說 各位看到這裡 好 這個46伏的 鐵龜喔 鐵龜 跟上次那個 瘋襪 瘋襪我們上一集不是 提到這個瘋襪嗎 都是46區的 這個非常非常強的玩家 來看一下先手 十五萬四千 然後這個是 十五萬五千 哇 這先手比瘋襪更高 或者是 因為已經過了三天啦 他們可能現在他們一直在追逐先手 他們兩個應該是 46伏的競爭對手 吧 對 應該是負責任務的競爭對手 然後呢 各位看一下他的兩隊戰力 第二隊接近 接近九百萬 那第二隊的話一千四百七十萬 強無敵 正常來說應該是這個情況 重點是他先手比我高啊 各位 先手比我高 然後強無敵 但是非常非常詭訣 詭異的事情 他刷了我三場居然都輸 而我刷了他就輸了 我就換我輸啦 所以我說系統的這個概率真的是 不得而知啦 不得而知 那我們直接來看這一場 第一場 好剛剛看過了我們是要打後手的 然後 他的二隊非常猛 這個 反正 猛到 猛到掉渣啦 我會絕對是 絕對是這個大好等級 很好等級的 但是概率這種東西喔 說不準啊 說不準 那其實這三場我自己已經有看過 我自己已經有看過 所以我們等一下適當的解說一下 我們就跳去我們 等一下打樹那一場 好 其實他一隊的話 火力只有集中在現在看到的這個紫苑身上 好 喔還有六門的牌書啦 還有六門的牌書 基本上就這兩隻 他女菜的傷害好像也不怎麼樣 我印象中 可能都已經下了組隊啦 我在想 好剛剛補怒給牌書 好 好我的職用擁護也是 萌萌的阿 萌萌的 那現在升了這個紅品之後 是更加萌阿 因為原本才升品而已 這個是昨天的戰報 才升品而已 剛剛我們才升這個 紅品 因為我們是被打的情況下 我的這個天命是沒有出發的 因為各位 有沒有記得我也是耍白癡吧 那個天命兩個開成一樣的 所以我現在只有一隊有天命而已 那進攻的時候 因為有BUG 所以進攻的時候 兩天命都有了 有沒有看到 兩次大招打在蠟夫身上 不是很痛 不是很痛 所以他女太輸出 一般般 兩個800多萬喔 等於把他兩次免死都打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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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這邊一定會想說 喔應該又是你的二隊教阿 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把他一千多萬的隊伍刷掉 什麼什麼的 剛剛我講 這場不是阿 這場非常離奇 非常離奇 我不知道他是怎麼判定的啦 我們看到最後就知道 好 紫月沒有滿怒 沒關係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打死人 好 滿怒了 所以紫月的回怒是非常舒服的 不用太擔心 每個回合都開打 除非是被控制 好 二隊上來 超強的二隊 六門的 拉爾夫 一千四百七十萬 六門的兵庫 就是強盾 就是強烏 就是強烏鬼神 那樣 一個大招收掉我接近滿血的拉爾夫 然後都是六門的 絕對是強烏 就是強烏鬼神 那樣 好 一個大招收掉我接近滿血的拉爾夫 太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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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了 無界的援護 沒有爬起來 沒有爬起來 這個時候就 卡住了 好 這樣子我贏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是防守方還怎麼樣 這樣子我贏了 或是他其實系統有繼續打下去 但是我看不到 好 這個時候我贏了 好 所以我們就跳過 因為他卡住了 因為無界援護就出bug了 好 就是這樣子 那下一場也是一模一樣 我連一三場嘛 那下一場也是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場 好 大家還記得喔 前一場他的什麼步陣 那這一場我是靠自己贏的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前兩場 很不可思議 所以他把二隊掉換一隊了 那這個情況下我就有機會贏了 所以我們來看 這一場我是真的打贏 不是靠那個bug 因為他 他做一個角色的對話 因為他應該覺得很詭異吧 正常來說他對我應該是不會打輸喔 但是結果 輸了嘛 輸了兩場 連續輸了兩場 但是我前兩場都有一點bug 我不確定是我自己贏的 還是 還是這個 他的戰鬥是有 就是卡住然後算我贏 還是他有打下去然後不知道 好 這場是我自己贏的 你看 馬上就被清空了 第一個回合 因為正常我們 我們一隊都是放比較弱的喔 那他把強隊放在一隊的話就會很強 好 你看他女太沒有練嘛 所以他是主練K 最新的攻卡 那K的話其實我覺得是很棒 但是 天狗糧 太克他了 如果沒有狗糧的話他很棒 有狗糧的話他真的活不下去喔 那你怎麼比他好十倍 當然除非是戰力碾壓啦 戰力碾壓的話就是 就是砸 一陣砸就對了 因為K 輸出一定也是最高的 好 一個復活一個隱身 這一次的 無界就正常爬起來了 所以 這場的BUG就沒有 沒有影響任何的戰局 那前兩場我真的是很好奇啦 我到底是真的有贏還是假的有贏 所以我後來不是有打他一場嗎 然後後來發現根本就 我覺得打不太贏 我覺得打不太贏 等一下我們來看那場我們輸的 我的教室有正常觸發 狗風魂 然後各方面我也覺得 沒有瑕疵 但是打不贏 所以我覺得 耀雲他的概率應該本來就很低 耀零三場的機率根本就是 很 很 很不太可能啦 好 這場的話他的 他的 右邊那一方還是一隊喔 他的二隊還沒有上來 好 但是因為我是這個 後面上來的 所以我輸出更加爆炸 他 他的強隊放到一隊來喔 所以對他來講是比較吃虧的 因為他應該很好奇吧 我想說 幹 或是怎麼 正常來說不會打輸的 結果打輸了 好 兵不到 免疫負面 好 普拉的盾擋住 可以一個爆炸傷害 好 運氣很好 他的教也沒有觸發暴風魂 不然我們是不可能 連他一隊可能都闖不過喔 真的 連一隊可能都闖不過 因為他一隊是實屬堅強啊 真的非常猛的那一種 好 可以復活 援護上陣嗎 沒有 看到他的右上角 援護的 這個是沒有 沒有上陣的喔 好 哇 他可以復活起來的輸出 不輸出 這個坦度還是 還是稍微有一點的喔 好 二隊上來 等於說我的教要一個人 一個人去打這種局面 應該 嘖 算兩個啦 還有狗糧 一直坦在前面 好 這狗糧有多少功用咧 來 各位看下去就知道了 這狗糧讓他全體的血量都下降 好 你可以看到右邊的血條 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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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打 血條一直掉 再掉 最後打 再掉 好 重點還沒有死喔 還沒有死 他的血量剩一半了 那這個時候 欸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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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緣也被收掉了 好 女高也收掉了 紫緣還有一條血 好 這個時候我的 這個嬌真的是 崩 就是捧他的福氣喔 崩也 崩掉 他這個整個血量都掉下來 刷一下基本上就 全倒了 三連打 所以這場就算贏了 也真的是 運氣成分很高啦 好 炸一波 再炸一波 而且兩下都被這個狗糧擋住 三下都被擋住 四下都被擋住 好 然後這個暴風都幫我息怒上來 直接結束喔 所以 這個概率真的是 很難 有的機會啦 這場就讓他掉回牆裡面 我們也很難有 好 然後再來看 來看這場 我們打輸他的這一場 各位就可以知道說 幹 真的是 不太可能贏喔 一對我們一樣會贏 一對我們是 會贏的 但只是他的二對 二對太難打了 那他把這個 這個 呃 這個這個這個什麼 欸 超娜放來一對 他原本是狗糧的樣子 那不管他放誰來 基本上我們一對是贏的 因為他一對主要是缺輸出喔 不是缺坦 他一對根本就沒有輸出 拉爾夫在前面 基本上打不死 就是很難打死啦 也不是說打不死 就是太硬了 他的沒有 他輸出沒有的情況下 很難贏 他如果把K換來一對 可能就會贏 啊 K換子怨啊 他沒有想到 K換子怨就有可能 因為他這個陣容 我一看就是 缺這個 缺 缺輸出啦 好 然後我的牌輸也被 控住 所以沒有辦法 開大 好 女太沒有能夠收掉 差一次吧 差一次的 免死 好 即使 好 即使 女太打了兩個大招 我的拉爾夫還是一樣喔 還有一條的 還有半條的血量喔 半條再多一點 欸 輸出不足喔 我們這個就 後排穩穩的打 後排穩穩的打 好 一隊贏了 那援護上陣 基本上 也沒有辦法 也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改變喔 那等一下我們就看二隊的 二隊的 廝殺 阿 主要是因為他把所有的強度都調到了二隊 因為狗糧原本 狗糧也比超大的強嘛 所以狗糧原本在一隊 那現在 一隊原本就會輸 那就不管 一隊讓他輸 那所有的戰力強度 丟到二隊阿 那我的二隊本來就有一些 超娜阿 女太阿 拉爾夫 這些卡我都把它擺到 一隊來了 所以基本上我的二隊強度 也不如我競技場的強度 非常多 三隻 所以這個 打不贏喔 他強度在二隊 好 首先這個暴力輸出的K喔 K 大K 照小K 二連發 好 連動到這狗糧的狐魂喔 好 他前排三防 配一技 明天軍一攻 K 強到 誇張 好 二隊上來我們來看一下喔 所以我才 我只會跟你們講說 即使我的招 觸發兩個大 都很難 因為我們的 對 兩個大喔 兩個大 打了接近 五千多 六千萬的傷害 因為我們的主力 還是有三隻 在二隊 所以他的主力全放在一隊我們 全放在二隊我們 打不贏喔 好 然後第一個回合被收掉 那這樣的情況 就 等下起來又一直被兵褲兵 然後他的這個 好 我們把這回合看完就知道喔 因為我的 我這 這個 我的二隊啦 只有三隻是 競技場陣容嘛 那 連援護都沒有辦法上陣 所以 因為援護也都在一隊 所以我的 只有狗糧跟 跟 貓娜跟 焦 是我競技場的陣容喔 等於我們三隻主力 打他六隻的主力喔 即使我們先守也 打不贏 好 你看 連貓娜也掛了 剩下兩隻主力而已 那等一下 一隻主力會一直被狂餅喔 所以這個陣容 怕不贏了 好 你看 暴風魂都有打喔 都有打 都沒問題的 好 焦也收掉也OK 輸出都很OK 但是 還是差 還是差了一點 好 結束了 焦死掉了 好 基本上就這樣子 差距沒有到 沒有到很大啦 但是我覺得 目前應該是打不太贏的 打不太贏 好 好 那我們找不到他嘛 找不到他 我們就 OK 先這樣子吧 我們今天的 影片就到這邊 影片就到這邊 那我們就期待我們的 冰庫上陣之後 我們拉爾夫 可以這個 順利的進到我們的 援護隊喔 那 援護隊的話 我們會到 換一下這個無界 所以就 這三隻 這三隻 目前就會擺 1 2 然後跟拉爾夫 然後拉爾夫換冰庫 這就是我的 就是新 冰庫上陣後的陣容 好 那我們影片就到這邊 下期再見囉 掰掰